男子挟持一名七岁女童 警方团团将她围住 混乱中小女孩趁机逃离 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广州街头 男子上街买早餐 与老板娘发生口叫 竟在街头迟到砍人 人家不合就会说几个找着 可能不知道过半个钟头 第一个钟头之后 什么时候贝隆回来 我们是见过回来 不知道他拿着刀 去到他洞口那里拿刀出来怎么样 由于事发地点位于 当地早餐店林立的华村街道 当时正值用餐时间 人潮相当多 男子连续砍了七人后 才被警方制服 受伤的七人中有两名幼童 头部被砍伤 伤势严重 目前均留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现在小孩生命体征不稳定 就是说先给他清理一下伤口 初步缝合一下 看看 观察一下 受伤的幼童中 其中一名才年仅一岁 目前坎人的男子 已遭到警方刑事拘留 要进一步离清犯案动机 这一篇与综合报道 不断